寶貝 我們的希望 身為一個教育工作者 對於自己的學生 自己的孩子 總是希望在他的成長跟學習過程裡面 能夠有一個美好的回憶 甚至一個好的影響 能夠成為他將來的一個 最好的一個動機 2003年1月18號 對宜蘭大同國小樂水分校的張慧君 跟潘家柔兩位同學而言 是一個令他們一生難忘的日子 因為老師帶著他們開了三個小時的車子 就為了完成他們一個小小的心願 跟偶像孫燕姿一起逛動物園 那一天跟燕姿姐姐聊了很多 她跟我們說她去過了很多國家 她們有新加坡 馬來西亞 泰國 美國 我很羨慕她 而且在那一天我也了解 燕姿姐姐懂了很多事情 我也希望我以後總大 能像她一樣去到處去到處玩 所以妳平常都打籃球喔 妳呢 妳們做運動 有時會 有時不會 好 我聽不到 有時會 有時不會 那妳喜歡做什麼運動 跑步 跑步啊 那妳應該跑很快喔 那一天我跟慧君和老師 從動物園回來 老師就跟我和慧君說 我們來比腳的大小 我就好奇地問老師講說 為什麼要比大小呢 老師並沒有跟佳柔說實話 只回答說好玩呢 其實是孫燕姿希望老師保密 因為她在開學的時候 要給佳柔跟慧君一個驚喜 2003年2月12號 學校開學了 老師收到一卷鹿蟻袋 跟兩包神秘的禮物 哈囉 佳柔哥 我是燕姿 今天買了妳們的禮物 希望妳們會喜歡 這是佳柔的鞋子跟包包 因為她說她要橘色的 而且就知道妳個子比較小 那不要給妳太大的 那給妳鞋子 希望妳要多做運動 快高長大 然後包包當然就是念書 要念得好 然後多聽老師的 哈囉 慧君 我是燕姿 然後記得妳喜歡紅色 然後喜歡打籃球 所以幫妳選了這個 然後雖然看起來非常的前衛 可是妳要知道 因為我自己也有一雙 她的這個是非常非常的舒服 而且可以幫妳跳得比較高 然後我也選了一個包包給妳 就是比較有形的 然後希望妳真的要努力 然後希望妳自己可以領悟到很多東西 然後希望妳們兩個都心想事成 孫燕姿姐姐拜託老師幫我們聊我們的腳 我今天收到這份禮物 我覺得很開心 也感激孫燕姿姐姐送我們這份禮物 天遠山區的小朋友 在這個環境就是屬於比較封閉的環境下 那其實我們真的很希望他們能夠走出校外 能夠學到更多的事物 山上的小朋友很純樸可愛 那有部分家庭呢 因為家庭的因素 會讓我們感覺到很心疼這個小孩子 像蕙君媽媽過去一直辛苦工作 要照顧這個家庭 那現在握病在床無法工作 那蕙君跟姐姐她一定要利用假日 到醫院去照顧媽媽 那從這一點我們也感覺到 小孩子漸漸成長 就是會能夠感恩 我們也覺得蠻欣慰的 寶貝我們的希望 郵政話播帳號1972-4023